法庭執達主任和代表的士團體的律師代表 去到旺角彌敦道貼禁制令 五將貼禁制令要求佔領人士在24小時內清除自己的物品 而據了解,執達主任準備明天執行另一行的禁制令 清除阿佳路間的障礙物 到星期三,再清除彌敦道的障礙物 劉鎮輝回到 兩個執達主任和一個律師代表 下午大約兩點半,去到旺角彌敦道和阿佳路街交界 首先在南行線的障礙物上貼上法庭禁制令 用索帶綁緊和用膠紙貼緊 障礙物的正面和反面都有貼 之後到瓦蘭中心對出 再走過燈打時階張貼 部分路障還貼上膠大型有關禁制令內容的中文譯版 之後到彌敦道不行線 全程有警員在附近戒備 今次禁制令主要針對阿佳路街和燈打時階之間的一段彌敦道 禁止任何人阻礙或者堵塞車輛行駛 的士團體的代表律師又說 佔領區的人士要在20小時內 將私人物品清走 否則就會當作不要的東西交給相關政府部門處理 有佔領人士說應該保留實力先行退場 開始疲累 即那個意志可能會 逢長期的事 意志就會慢慢 沒有那麼堅定 我覺得適當的時候去退場 和適當的時候去轉型 是合理的想法 學聯就說會怕人留守到最後一刻 有一些朋友如果他們是希望佔回別的地方 都是進行溝通的問題 即會不會有足夠的人數 是覺得佔回別的地方 是一個合適的運路走向 友善連時記者一路地揮不動